女人的脸被瞬间冻成了一坨冰割打 然后被面具男狠狠砸 紧接着随手扔在了地上 这个男人绝对是有史以来最强的杀人 仅凭手中的一把大砍刀 硬是从地球东路直接杀到了外太空 但此时运输船上400年后的人类 还不知道带回了一个什么样的恶魔 唯一知道事情严重性的罗文 立即向博士讲述了杰森的可怕之处 只有冷冻才能停止他的杀人欲望 但博士已经把杰森卖出了一个好价钱 他根本不相信罗文的话 而且他们对杰森进行了全方位扫揍 他没有丝毫复活的可能 然而博士很快就被打脸了 多名队员的尸体被相继发现 这无疑证明了杰森的可怕之处 可博士却不愿意放弃这个价值连城的宝贝 他让安保队长必须搏捉杰森 但经验丰富的队长并不打算买张 转头就命令手下把杰森乱枪打成筛子 紧接着所有人拿上最先进的武器 开始分头搜索杰森的踪迹 此时另一边的仓库之中 一名队员突然察觉到了身后的异常 不知道从哪冒出的怪兽 差点把他一巴掌拍成了肉 这名队员刚取下头盔准备放松一下 谁知头顶突然落下几滴绵硬 又一只怪兽冲了出来 就在千军一发之际 好在另一名队员及时出手救了他 可还不等他们松口气 这时杰森突然出现 只是一刀就解决了一头怪兽 原来这两个白痴正在玩虚犹的游戏 根本不知道飞船里出现了一个杀人狂 就在这时杰森突然一刀将长毛劈成了两半 紧接着光头也被一刀砍掉了脑袋 随着虚拟石井开始逐渐消失 不死杰森正站在两人中间的空地上 长毛反应过来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 杰森一把掐住他的脖子 随后直接将长毛的身体折断成了两半 而光头也很快步了长毛的后路 等其他队员发现他们的时候 两人已经死得不能再死了 但所有人还是低估了杰森的孔 他最擅长的就是在狭窄的地形中 逐一击破他看中的每个猎物 所有队员就被杰森全部杀死 等队长回过神来的时候 破仓里只剩下他一个人了 然而下一秒 杰森突然从身后勒住了队长脖子 随后直接命中了他的要害 罗文听着外面逐渐消失的惨叫声 他们知道外面的所有安保队员 都已经被杰森全部干掉 博士立即让驾驶员马上返航 前往最近的太空档进行停靠 现在只有那里的士兵才能干掉杰森 可驾驶员还来不及高兴两秒钟 杰森已经偷偷摸了进来 飞船也在这时失去控制 加速向太空档撞了不去 巨大的船体擦着穹顶拔脖 紧接着直接撞碎了太空档的主体建筑 等他们反应过来的时候 整个太空档已经被炸成了碎片 这让所有人都一脸发懵 但现在最致命的还是在飞船上的杰森 可还不等他们松口气 杰森就突然打碎玻璃冲了进来 一群人急忙慌不择路地跑出控制室 等他们缓过神来才发现 博士被留在了控制室里 听见博士发出的惨叫声 众人决定马上乘坐逃生舱离开飞船 但他们万万没想到 一个猪队友因为过度害怕 竟然提前关闭了舱门 把所有人的最后一条退路给堵死 而杰森这时还没有追过来 可这个女人却死活不愿意打开逃生舱 还在没有断开燃料管的情况下 竟然提前发动了引擎 直接导致逃生舱撞上了飞船底 紧接着引发了剧烈爆炸 然而更糟糕的是 杰森也在这时追杀了过来 就在众人退无可退的时候 工程师突然站了出来 紧随其后的还有全副武装的机器人女仆 就在众人觉得胜券在握的时候 机器女仆刚举起手中的枪 杰森就一匪刀扔了过来 直接干掉了话多的机器女仆 然而就在这时 机器女仆突然活了过来 在机器女仆和未来武器的双重加持下 杰森被打得毫无招架之力 就连细胞的恢复速度 也逐渐开始跟不上被破坏的速度 就在机器女仆要给杰森最后一击时 却不料被杰森一拳打翻在地 好在还没有死透的队长 及时感过来 机器女仆立即乘胜追击 转眼间就把杰森乱枪打成了筛子 随着最后一发炮弹射出 杰森很快就被终结了不死之身 看着杰森破烂的身体 这让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 紧接着他们把队长抬进医疗室 利用内米虫修复他体内受损了身体 队长很快就恢复了伤势 但由于飞船之前受到了撞击 30分钟后就会爆炸 柔文正式提议炸断剑桥 分离受损的一部分船舱 这样就能延缓飞船爆炸的时间 于是众人立即开始分头安装炸弹 可他们万万没想到 医疗系统检测到了附近需要治疗的身体 结果在阴差阳错之下 杰森被内米机器人重新复活 等他们发现的时候 杰森不但恢复了满血状态 身体还得到了史诗级的加强